这个房子啊 其实挺干净的 打扫起来呢 不费什么力气 要不是看在永康的面子上 我才不会把这么轻松的工作 介绍给你呢 谢谢大臣姐 这个房子的主人呢 脾气特别古怪 所以你只要记住 多做事 少说话就好了 好 我记住了 记住了 走 这工作时间短 工资高 又不需要有经验 我一定要坚持住 你装着干嘛呢 加油 大臣 好好好 来 来 快进来 来 到这里了 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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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呀 完了完了 怎么会是她 老天 你不会这么跟我过不去吧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里的布贷啊 你们认识 那真是太好了 乔先生是这样的 我手的工作太多了 实在是忙不过来 所以呢 我想请珍珍解体我的工作 不是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给我提前说一声啊 你把人家带 那个 干嘛呀 啊 干嘛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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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屋子打扫得一尘不燃 现在自己家一样用心整理 绝不会动你任何一样东西 真的 真的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在你家放烟火 那次烧着舞台纯属意外 我现在没有退路 所以我会很珍惜这份工作 总之 你用了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见 走吧走吧 走 回来 谁跟你说 我不顾你来着 还愣着干嘛呀 快去收拾啊 对对对 好好好 加油 加油 好 怎么了 去哪儿 去打扫啊 这是我的书房 你记着 我的书房不经允许 谁也不可以进去 听到没有 可是我帮你 可是 客厅 厨房 卫生间 所有的台面 及地盘 我的要求是一尘不燃 好吗 好 不好意思 对了 你那些弟弟妹妹 还好吧 还行 还行是什么意思 是好还是不好啊 就是 就是还行的意思嘛 也没什么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的家人啊 干嘛 谁关心你 我是替爷爷在问 你说的是董事长是吧 对啊 爷爷应该是 很喜欢喝你养父母做的粥 所以对你们一家人呢 格外关心 我怎么可能问你们呢 我不爱读管闲事的 你也知道 我请你来干活的 又不是让你来陪我聊天的 哎 不是你先问我的吗 是吗 孤独留给我了 幸福是你的 你未必会自责 相同难以后 还好时间漫长着 看我自己如何地取舍 你以为 就你失去了爸妈 我也刚失去爸爸 他们被车撞死了 我还是嫁你的老子 不要负担起所有的责任 谁可以替我承担 我却盼盼 牵手 我却盼盼 牵手 如是重复的苦恼 无可奈何 在伤心欲知的时刻 包蓁蓁 你真是不容易 带这么多的孩子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一直盯着我干什么 哎 你不看我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呢 看看 我花钱请你来 我当然要好好盯着你了 谁知道你会不会偷懒 你不要以为咱们俩认识 你就可以蒙混过关 如果不干净的话 我一样扣你工资 你信不信 好好干活 我 干嘛 不服气啊 那你现在逼我从我没地儿住啊 小朋友 这就是你不对了 我没有逼你啊 三天前我就跟你说过了 你们要搬家又要搬家 对不对 怎么回事 他比我们明天就搬家 那我不是交个租金了吗 那我们明天到哪儿住去啊 之前我就说过了吧 三天之内你们必须要搬家 对不对 人家现在明天就要搬进来了 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搬走 你说说看 这怎么办呀 好了 我也不多说了 现在我再告诉你 明天天亮之前 你们必须走人 要是没有带走的东西啊 我就当垃圾都扔掉了 记住了啊 你什么人啊 那你比我们没办法 我没地儿住啊 那不是应该有问题了吗 你什么意思 你又这欺人太甚 你干嘛呀 好了好了 搬家吧 姐姐也找到工作了 反正离这儿比较远 啊 姐姐你找到工作了 什么工作 给多少钱啊 哎 哎 行吧 你一定想不到 聘用我的那个人 就是乔骏浩 啊 是聚浩哥哥 是啊 真是没想到 怎么会这么强呢 真是到哪儿都能碰到这个冤家 哎呦 哎 那姐姐 咱们明天搬家找聚浩哥哥吧 他答应过我们 会帮我们的 你说什么呢 咱们有手有脚 干嘛让他来帮咱们呢 这些事情咱们自己做好不好 那 姐姐 那怎么办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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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走啊 走开 哎呀 快点走开 快走啊 走啊 快走 par 来来来 来了 来 都放这 放这儿 在这里等一下 等我啊 小心 慢点 来 慢点 慢点 可以了 可以了 这点放心了 我们进去 快点 我们进去 乔老板 我来了 乔老板 你在房间吗 没有人 乔老板不在 我赶快打扫房间 你们带着 然后我带你们去找房子 好不好 豆豆让小珍珠看嘛 我帮您打扫房间 你真的可以吗 我肯定是可以 妈妈还在的时候 我比你强得多呀 对对对 你说得对 豆豆嫁给她 别乱动东西啊 尤其是那个房间 不能进去好不好 好 交给她吧 走走走 咱们俩客厅去 去那边 去那边 别放爱我打扫 哦 哎 小珍珠 姐姐不是说了吗 不许乱动东西 哦 哎 小珍珠 你干嘛呢 哎 小珍珠 啊 哎 不许进那个房间 哇 哇 比我的天分还大 哎 豆豆 豆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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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哭了 哎呦 怎么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不哭啊 乖乖乖 哎呀 怎么了 她大变了 大变了 怎么办怎么办 哎 这样 你先抱着她 哦 好 姐姐出去拿尿不湿 哦 你等一下 哎呦 别哭了 好 马上回来 别哭了啊 姐 去哪儿了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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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包 啊 哎呀 我的包怎么不见了 去哪儿了 我的包子 哎呀 怎么不见了 哎呀 我 我 你 啊 哎呀 哎呀 好 去哪儿了 我的包 杨真珠 你在干嘛 Oh my god 干嘛 这 怎么回事 说你了 打不开 怎么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 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进这个房间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快 我让你来 你扶你来 Oh my god 怎么办 怎么办 Oh my god 到哪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不是 不是 你 你要找什么东西 需要我帮忙吗 是不是找电的 怎么了 你找什么东西 我来帮你吧 找什么东西 我帮你 你跟我说 不用 我也有手 你忙你的 对 好好上活啊 好 那你现在是要走了吧 什么事 猫 猫啊猫的声音 嗯 不会吧 我们家附近可没有猫啊 哎呀 今天一大早就是这样的啊 可能有个新的业主 刚刚搬进来 对对对 吵死了 哦 是吗 哎呦 我电脑了 电脑 你老跟着我干嘛 往你的去吧 没事吧 没事吧 哎 我这电脑怎么了 怎么开不了机了呢 什么声音啊 姐姐 姐姐 你这小正真牛牛 你这小正真牛 你 你我走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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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 高珍珍 是不是得给我个解释啊 怎么回事啊 真好哥哥 别怪姐姐了 说房东不让我们在那儿住了 我们没有地方住 姐姐又要上班 所以 我们才来这儿等姐姐做完工作回家的 真的对不起啊 等我 忙完了就会把他们都带走的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就先别忙了 轻重缓急都分不清吗 赶快找房子给他们安顿下来啊 我是想说 你别说了 现在下班 赶快找房子去 听不懂我的话 下班了 不是 早上来的时候 我们的行李 都放在你们家的楼梯间 结果 刚才都不见了 什么 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吗 那我们的衣服呢 别说衣服了 就连银行卡都没有了 我要去租房 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不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为什么放得不到啊 你怎么想的 高珍珍 我怎么知道 我 我想快点打扫 弄完之后就可以走了 我我也没有想到啊 那还不赶紧挂尸去 对了 我那电脑是怎么坏的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求哥哥你别怪小珍珠 是我帮姐姐干活没看中她 求哥你别怪了 能是我弄坏的 好 好 好 行行行 你别哭 你别哭 男子他不准哭啊 没事 没事 别哭了 别哭了 没事 小珍珠别哭了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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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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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了祸 就像一走了之啊 不是 电脑我 肯定会赔给你 你拿什么赔 拿什么赔 从我 我的工资里扣呗 你口气不小啊 工资里扣 你挣多少工资啊 够扣吗 你怎么想的你 扣了工资他们吃什么 你怎么当姐姐的 你能不能靠点谱啊 高珍珍 我求求你了 怎么当家长呢你 那我能怎么办 弄成这样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才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我也没想到小珍珠 会弄坏你的电脑 更没有想到 我们的行李也弄丢了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有用吗 这把孩子跟着你这儿 倒大霉了 我跟你讲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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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快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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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走了 甭走了 都留下吧 但是 我有规矩啊 我这个卧室 还有书房 不经过允许谁也不许进去 听见没有 这是绝对的规矩 听见没有 好 那 干吗 我们真的可以住在你这里吗 那我还有什么选择吗 我不能把你们都赶到大街上去吧 住那客房 好吧 我的房间都不许去 挣了钱马上还给我 我的电脑得赔 找着王子赶快搬走 应该的 应该的 真的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真的谢谢